超过了一万名的听众 其中还包括了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还有许多南部县市的首长 那么这一次波切莉特别替台湾乐迷 准备的二十首经典歌曲 是让台下的粉丝听得好过瘾 意大利美神天王波切莉台南唯一演唱会 请出全球首席抒情女高音沙宾娜希维拉克 一首音乐歌让台下上万观众为之震撼 另外首度和台湾观众见面的美神女龄 现身台上就以这首缆车之行 和波切莉合作无间 黄金美声和扎实唱功 波切莉特地为了台湾乐迷 准备了二十多首经典歌曲 搭配八十人大编制乐团和五十人合唱团 可让全场观众听得是如痴如醉 偏偏天空不作美台南整天雨洒不停 但人交不习上外乐迷的热情 穿着雨衣在台上聆听也甘愿 其中还包括民进党党主席舒贞昌 以及多位南部县市首长 喜欢听美好的声音 而我太太对音乐有相当造诣 她的一辈子的梦想 所以的话就特地带她过来 我现在歌迷了 下雨天耶 没有关系 波切莉南台湾开唱 也让台湾民众在周末夜 享受了一场精彩的音乐响宴 记者沿之月翁一搜 台南市报导 下雨天啊